中国未来的月球和火星任务将有可能使用核能 那么它产生的动力将有可能是美国类似计划的一百倍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年少 据环球网引述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计划使用核能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任务提供强大的动力 目前正在开发的这种核反应堆已经完成了圆形设计 并建造了一些组件 它所能够提供的动力将是美国类似计划的一百倍 前一段时间 美国国家航空航舰局发起了一项投标 以开发一种十千瓦的核动力装置 该装置要在十年内能够支持人类持续的在月球上驻流 那么中国的研究人员表示 中方的这种核反应堆可以产生一兆瓦的电力 这是美国计划在2030年投放到月球表面的类似核动力装置的一百倍 有报道称 中国政府在2019年就启动了这项研究 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技术细节和启动日期 但是最近完成了一座圆形堆的工程设计 那么一些关键部件已经建造完成 迄今为止 中国唯一的被公众所知的已经进入太空的核装置 是月初二号上的一个微型核电池 随着人类在月球或者火星上的定居点被提上一时日程 那么核电有可能是成为最有希望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本次报道所提到的核动力装置 是用于为轨道器或者是其他的航天器提供电能的核发电装置呢 还是用于推进火箭高速运行的核发动机呢 其实呢 用核动力火箭将有效载核送入外太空 最早的设想是由钱学森提供的 1946年他就写过相关的论文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真正的核动力火箭还没有实现 当然人类已经搞出了核动力潜艇 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核动力的巡洋舰 核动力的航兵船 但是核动力飞机和核动力火箭到目前呢 还没有实现 因为他们的技术太复杂 而且危险性比较大 那么这次所报道的所谓的核动力装置 我个人理解应该是比核电池水平更高 供电能力更强的核动力发电装置 以便能够让一些航天器能够带轨 长时间的运行 或者是能够在月球上 火星上的轨道 以及着陆器使用 因为一旦这些装置降落在月球和火星上 光靠太阳能发电板供电 这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他们的供电能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 那么如果有了核动力的发电装置 就有可能长时间的为这些系统提供充足的电源 而用于航天器的核发电装置 可以说个手要小 重量要轻 效率还要高 技术相当的复杂 那么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说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那么今后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小型化的核动力装置送到月球表面 或者是火星表面 可以说是完全值得我们中国老百姓期待的 好 今天的评述和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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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